同样都是庆祝重阳节 下一个星期四是九九重阳 来看到台中南屯啊 南屯去65岁以上的长辈 有将近2万人 万和宫体恤长者的辛劳 今年除了发放寿命 90到99岁的长者 每年还每人还加发 有3200元的礼金了 17位百岁人瑞 更是一人加发1万元 长辈们都说实在很有人情味 一早万和宫就出现排队人潮 工作人员依照礼别仔细核对资料 舅舅重阳节就快到了 万和宫发放重阳礼替长辈祝贺 从昨天开始花 今天我们也继续花 很多长者也很感激 马祖对他们的保佑 所以很多都自己来拧 拧劳礼金 尤其这些 很多都是原来自在南屯的 年纪比较大 都跟我比较熟 他们也认为说 这个万和宫办理这个净饶活动 很有意义 所以很多都亲自来领 南屯区65岁以上长辈 共有将近2万人 万和宫每人发放一盒寿命 600多位90岁到99岁的长辈 更加码发放3200元礼金 另外还有17位100岁以上的人瑞则是每人发放1万元 由董监氏亲自前往致政 不少身体硬朗的长辈亲自来领取 有的则是由子女带领直呼很有人情味 备受关怀 他今天是帮妈妈 对对对 对还蛮不错的 像有时候老年人 有时候是说 自己要买东西或者是说 那个什么 贵赂一些孙子孙女 钱 给他孙女 什么 有钱好办事 家有一老如有一保 万和宫又实际行动关怀长辈 总共发出大约200万里金和寿命 要让长者们平安健康 有个特别的重阳佳节 总共发出大约200万里金和寿命